好 至于南韩呢 南韩疾管厅公布了一个最新调查 宣布说在南韩社会有98.6%的南韩人都已经有了新冠抗体 七成是透过染疫产生的抗体 这就是社会群体免疫 南韩跟我们一样 礼拜六进入除夕过农历年 南韩新冠的确诊规模持续下降 它现在单日的确诊规模是三分例 单日的重症数在500例以下 所以在16号南韩防疫局宣布 第七波大流行的高峰过了 疫情现在较平稳阶段 在周二17号会跟专家召开会议 他们可能要讨论解除室内口罩令 过年是不是南韩室内外都会全面摘掉口罩 非常引发关注 往年都能吸引百万人潮到访 被誉为世界四大冰雪节之一的南韩江源道尊于庆典 时隔三年盛大登场 长达将近两公里的滑川冰面 万头传洞 风冰掉 江源道政府这一回准备一百七十一顿 多达七十万只山女尊 让民众掉得过瘾 现场还举行抓鱼大赛 挑战者顶着零下低温参战 争相把肥美尊鱼带回家 为了维持冰面人群安全 主办单位还派出四个救难小组待命 每天固定测量冰层厚度 维持超过三十公分 江源道是南韩冬季最快结出厚实冰面的地区 上周末新一波寒流来袭 还降下破纪录暴雪 交警在大雪当中坚守岗位 协助车辆通行 出雪车紧急出动喷洒溶雪剂 但还是有十多辆汽车卡在半路动弹不得 当地民众无奈扫门浅雪 但怎么样就是清理不完 迷失岭一带积雪超过六十公分 持续发布大雪特报 海流发威首尔市渡星 十六号早上体感也一口气掉到十度以下 所幸农历年前系南韩第七波大流行总算趋缓 过去一周确诊规模降至三十万例 降幅达到百分之二十七 重症病例数也降到五百例以下 南韩防疫当局16号宣布流行高峰期已过 疫情已经进入平稳阶段 至于境外移入病例 仍有半数还是自中国大陆入境者 不过陆克入境确诊率已经大幅降低 连续三天维持不超过百分之十 境内风险大幅降低 南韩17号将讨论解除室内口罩令事宜 最快过年有望全面脱罩 时隔三个月南韩官方也再次公开调查数据 如今已经有百分之九十八点六的南韩人 拥有新冠抗体 当中七成都是透过自然感染产生 其欲为接种疫苗获得 今年将是三年来 第一个没有社交距离的农历年 南韩人聚会出游见面将不再受到限制 南韩防疫当局严正以待 除了成立道府诊疗医疗机动队 房间五千八百多间 一站式新冠门诊 也将照常营业 维持医疗量能 疫情循环 既游戏产业龙头热线之后 卡卡오、SK集团等南韩大企业 也拍板取消居家办公政策 南韩上班族回归职场 需要时间适应 最有感的是过年送礼文化 卷土重来 我们新宣布的这炭素环乌 再爱用装置的亲眼镜 가방 提供的环保 环保意识抬头 加上高物价时代来临 今年南韩新年礼盒 清一色主打环保和CP值 海牛礼盒改用可重复利用的保冰代成装 水果礼盒全用可回收纸类包装 5万元以下折合新台币1300块钱的中低价位礼盒种类明显变多 TVBS新闻 双方报道